全民的生命都被他堅強在腳下 還有臉在這裡講民主 還有318 我覺得 你真的瘋了 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瘋了 真的 這個人齁 帶領了民進黨 因為可以威權 繼續的下去 再一段講的話不愛聽 就要搞群眾運動 就要來霸佔立法院 有王權思想啊 腐敗的奉劍思想 到今天還在立法院 我們再一次啊 對柯總釗啊 你清醒一下 沒有的話我待會把你送醫院治療一下 你說剛才所講的 結非事實 根本是你心中 完全不由邏輯的東西 一直在想的東西你講得出來 你對柯總釗 做任何人生工具 我是跟你講說 應該是個兒子啊 我真的真的請告你 本習今天啊 真的是又在大開眼界啊 我想柯總釗啊 有一點時空的錯亂 因為新的綠色恐怖啊 民進黨威權啊 可以肆意妄為啊 持續的來輾壓戰野黨 沒有想到天網灰灰啊 沒有想到天網灰灰啊 終於有一天啊 雖然民進黨執政 國會 終於沒有辦法再霸權統治啊 我們看到柯總釗帶領之下 過去八年完全擰壓 在野黨 什麼申訴的管道完全都沒有 連把人民啊 生命的安全啊 都能夠肆意的去炒作啊 該買的疫苗不買 然後去炒作高端 讓全民黨安慰季 再謀取不法暴力 然後呢 當在野黨提出要成立調閱委員會 在110年3月18號 要成立調閱委員會 還是在野黨 趁著執政黨人數不在的時候 突襲成功 在委員會成立啊 通過成立調閱委員會 馬上 3月18號成立 3月22號 民進黨立刻在未還委員會 人數優勢 刪除 這個 當時的 調閱小組的提案 再過來 再過來 在野黨要求朝野協商 在朝野協商 依然沒有什麼回應 一直到了 一個多月以後 到110年4月27號 終於啊 全民沸騰啊 全民沸騰以後啊 民進黨才開始重視到民意的反撲 才同意啊 一週內成立調閱委員會 終於 在110年4月29號 衛環衛環委員會的 COVID-19 調閱委員會 疫苗採購調閱委員會 才終於成立 然後 5月5號 由民進黨撤動 由成英委員擔任召集委員 然後 從此就沒有開過一次會 這個就是民進黨 他們所有的民主 制約民主 全民的生命都被他堅強在腳下 還有臉在這裡講民主 還要318 我覺得 柯總召啊 你真的瘋了 你真的瘋了 I'm watching you 你真的瘋了 真的 這個人齁 帶領了民進黨 因為可以威權 繼續的下去 好 在野黨講的話不愛聽 就要搞群眾運動 就要來霸佔立法院 這種王權思想啊 腐敗的封建思想 到今天還在立法院 今天所有在野黨 都是按照議事規則 民進黨做的就是議事規則 在野黨做的就不是議事規則 就在那裡威脅恐嚇 要發動民進黨的群眾 來佔領來霸佔立法院 沒有辦法忍受在野黨 當立法院的院長 我們再一次啊 對柯總召啊 你清醒一下 沒有的話 待會兒幫你送醫院治療一下 現在已經是今時今日是何日 民意的反撲到今天為止 你還用王權思想 要統治立法院 真的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難看 到今天為止 你還想佔領立法院 門都沒有啦 在這裡啊 新民意就會對你們反撲 謝謝齁 謝謝齁 那個在接下來委員徵詢發言之前齁 省榮主席啊 這邊齁 這麼嚴肅的問題 你沒人處理啦 我先宣讀一下我們行為法的一些 揮法好不好 那個 這 前一問題 前一問題 黃中匪氣啊 哇呼憐憫啊 呼憐憑 這樣講我們半天喔 我跟你講 你說你曾經在電台上 在公眾床上說 我有躁鬱症 那時候我回答 回答記得怎麼講 北宋的時候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大師 胡韻 他說你心中想什麼 就是 講話的話就是如此 你心中充滿著反 反民主嘛 威權霸道嘛 你以為 是 台北市發言啊 大家講清楚喔 你說剛才誰講的 劫非事實 根本是你心中 完全不由邏輯的東西 一直在想的東西 你講得出來 你對本席做任何人生攻擊 我是跟你講說 應該適可而止啦 我真的想告訴你 我要講清楚 什麼時候疫苗採購不能掉夜 當初不能掉夜的時候 是 一去多少錢嘛 後來我找 菲永泰總知道說 菲永泰啊 這個有跟國會議長都有簽約 保命條款 我們現在把公報公布出來 會影響以後我們所有疫苗採購啊 然後菲永泰總知道 這樣我叫他給你看 那你就清楚就好了 你也敢看嗎 你能時候講的話 說這個裡面有什麼必案 全部給你看 但是這個國會議採購 我們那時候要搶疫苗咧 那一年 5月3號 郭台武萬郭台銀 真的搞了一個月 買VNT疫苗 那經過多少坎坷的事情 整個疫苗 那時候要疫苗 你們在講說 什麼乞丐疫苗等等 那國文人健康做真正做真 這一段難道不清楚嗎 到最後 上會期 前幾前 因為真的 真的廠商同意 後來才 又重新 在宴會重新召開 專案報告 所以過去 我們要講清楚 不是你們說的這樣 你們只要想 無所不用其極 來破壞執政 你們現在再也想執政嘛 把國家全部顛倒嘛 你還可以上來講如此的話 我一直講說你們上來就要 問這問題 問這問題來質求對決 黃鑲又跑了 我多不期待剛才黃鑲講話的時候 是針對法案來講 要鋪在旁邊去 法案過後事的問題 我們已經排了還有什麼好說嘴呢 大家都很清楚這個事情嘛 從沒有針對這本案 能源融資資核心教育來談 胡文綺應該談你的法案嗎 我會改這法案叫他出來打球嘛 那鋪在旁邊去 鋪在旁邊去 鋪在旁邊去 那一套 怎麼說有時候灘虎 灘虎你又去檢舉啊 這去抓了沒關係啊 你現在活在這種民粹底下 你們投入成其卵 我不是鼓勵說 就是318 我是從這個引譯出來 因為 禮拜六我參加31810週年的座談會 很多人都很感慨 我說此時此刻的台灣 他十年前318 環金門跟了更合法 那時候是反文貌 反馬英九情宗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 看到你要到大陸去了 馬英九一直到大陸一定去 你也到大陸要去了 當然誰要到太平島 在五百年以前 你這樣的部體 難道不是符合中共的利益嗎 好 我們請各位出現發言時間 好 謝謝 最後 我希望大家發言的時候 你有瞭解你的清楚 你的事情也因為 我們這次審查是民進黨黨版 民進黨黨版 民進黨黨版沒有所謂 各國民進黨執政法 好啦 你再說什麼 好 你整個部體怎麼不知道 你自己小心一點 謝謝各位 大陸可不懂啦 好 不急嘛 難道 怎麼會牛牛牛包都要拚你 你自己小心一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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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